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伸出双手 用力地扶住两边的运动器械 抬起腿进行伸展运动 引人注目的是 她的身形显得十分消瘦 露出的脚踝几乎和手臂差不多粗细 而她的妈妈似乎也在一旁 谨慎地看着女儿运动时的状态 讯息今年9月中旬 李兹晒出自己坐轮椅上班的画面 身体状况引来了不少担忧 随后李兹再度发文透露自己受伤的原因 表示她在做运动时不小心弄伤了膝盖 经医生确诊是半月板和韧带撕裂 需要在家好好休养 从李兹以往晒出的照片中不难看出 她经常做高难度瑜伽 看来运动虽然有利于身体健康 但凡事过犹不及 运动时也要小心谨慎 量力而为 如今李兹已经受伤了近两个月 还是不见好转 说起来 李兹自从2009年嫁给富商马挺强后 便退出了娱乐圈 连生了三个女儿后 如今也开始频繁露面 先是为自家美容院站台 后是聚会参加个不停 甚至有媒体传出了李兹和自己的残疾丈夫婚变的消息 当天的李兹也然一副女强人的打扮 皮肤也保养非常得当 看不出作文 正在和好友热聊 而李兹的丈夫马挺强则坐着轮椅 远远跟着自己的老婆 在这些人后面跟了一会儿之后 马挺强就操坐轮椅 跟上了和好友聊天的李兹 并且还炫耀般地在大家的面前转了一圈 但是这样的行为却并没有让李兹和好友们做出任何的表示 而李兹甚至只顾着和自己的好友聊天 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丈夫 人们都开始纷纷猜测 罕见合体却忙着和好友聊天 难道李兹是嫌弃自己的丈夫了吗 难道两个人之间传出婚变的消息是真的吗 李兹的感情经历被很多人津津乐道 从16岁开始他身边围绕的人大多都是身家过亿的富豪 历任男友都是非富即贵 但他最终却嫁给了比他大15岁 有着博豪之称的残疾丈夫马亭强 马亭强的出身也很传奇 父亲马希如和叔叔马希珍在上世纪40年代末 从广东跑到香港去打拼 后来成为了香港黑道的风云人物 赌博起家 高利贷发家 官商勾结 贪污受贿 五毒俱全 马亭强生来就有小儿麻痹症 导致右腿残疾 无法和正常人一样行走 不过还有另一种说法是 混黑道的马希如得罪了人 儿子马亭强遭到报复 导致右腿受伤 别看马亭强拄着拐杖 在马希如多年的培养下 终究是虎父无犬子 他一手将父辈留下的东方日报 推上正轨 成为香港最畅销的报纸 不过因为父亲的劣迹斑斑 马亭强向来十分低调 从来不接受媒体采访 也拒绝谈论和家族有关的任何东西 至于那些年兄弟俩赚了多少金山银山 外界也无从知晓 而在香港的马亭强 随着年龄的增长 在东方日报的地位逐渐稳固 因为负责对外事务 他对娱乐圈相当熟悉 这一年 14岁的离子 引了人生中第一部喜剧电影 开心鬼放暑假 被黄百名拉进了娱乐圈 离子出生在演艺世家 却因为家道中落 在贫穷和困苦中度日 渴望金钱的离子 顶着那张倾国倾城的脸 注定会在娱乐圈掀起一阵腥风血雨 彼时的马亭强 即将步入30岁的门槛 看着选美舞台上 亮丽无比的港姐 他又何尝没有动过心思呢 只可惜 马亭强有钱是有钱 但不可言说的家族 加上右腿残疾 始终入不了美人眼 后来的他只能看着李嘉欣 陈法荣和袁勇怡 投入别的大佬的怀抱 而另一边的离子 也还在秦海中沉浮 16岁就和黄鱼狼谈恋爱 背负小三骂名 短暂逃离娱乐圈后 又和许静亨纠缠不清 只可惜这些有钱人 都给不了离子想要的安全感 那时候的他怎能想到 那个对的人早已藏在 自己不曾在意的角落 马亭强第一次被推到公众面前 那是因为一部叫 香港地下司令的电影 当时香港黑道题材的电影紧喷 观众对马家兄弟的故事 十分感兴趣 于是导演钟绍雄 拉上郑泽氏和吕良伟 拍了这部电影 电影上映之后 观众才知道 马亭强身后究竟是 占着一个怎样的家族 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还是1991年 马亭强的一副 博豪 吴熙豪 还没完成30年的刑期 就因为肝癌晚期 被特事出狱 出狱25天后 他离开了人世 一代独销用这种方式落幕 整个香港无人不唏嘘 吴熙豪的去世 让整个马家更加低调 因为香港对马熙如 和马熙珍的通缉令 依然还在有效期内 而马亭强在香港 也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 生怕一不小心就葬送一生 父亲去世后 马亭强辞去了东方报业的职务 开始自己创业 马熙如给他留下的巨额家产 足够马亭强在商海大展身手 很快 马亭强就在香港开了六家公司 从投资医疗到慈善 他的野心丝毫不亚于当年的马熙如 到这里 距离马亭强和李兹的故事 只差五年的光阴 那五年 马亭强不断夯实自身实力 而李兹却步入中年危机 感情上 从金融大亨旁为新 换到玩具大王蔡志明 维文闹得沸沸扬扬 最终却一无所获 事实上 除了以天屠龙记 他和叶同王喜合作的天使死神 上瘾四天票房为零 被媒体狠批 就在李兹深陷泥潭时 马亭强拄着拐杖 带着万丈光芒来了 2003年 在一次聚会上 马亭强和李兹打了个照面 看着蜜桃成熟时的李兹 马亭强想都没想 就冲上去 想要联系方式 结果因为腿脚不方便 没走几步就摔倒了 李兹健壮 赶忙上去把他扶了起来 这一扶就出大事了 这么多年 马亭强见过的美女不少 但这么温柔善良的美女 还是不多的 为了攻下美人城池 马亭强没少下功夫 名牌名包 豪宅豪车 悉数奉上 当然和诸多大佬 谈过恋爱的李兹 仅仅只是物质的东西 根本无法打动他 对李兹来说 对那来在感情上寻寻觅觅 他想要的终究是一份安全感 天佩流离的童年 父亲力量的缺失 让他比谁都渴望踏实的爱 而他交往过的诸多对象 要么是风流之辈 要么只是跟他玩玩而已 可马亭强不一样 他实力雄厚 但是情史干净 对李兹是抱着十二分真心 这份真心 李兹怎能不沦陷 果然没过多久 李兹和马亭强五天四夜 亲密游 被狗仔逮了个正着 但是这份恋情 他们迟迟不愿公开 在马亭强的保驾护航下 李兹迎来事业的第二春 一部金之玉孽 让李兹拿下影后桂冠 但是这个皇冠 李兹戴得十分沉重 李兹出道18年 业界都说他空有美貌 没有演技 而这个奖杯 同样被认为只是TVB 为了留住李兹的筹码 实际上这时候的李兹 已经开始向外界透露 自己想退圈了 只是好时多磨 李兹想成为马太太 还需要一点考验 李兹正在拍珠光宝气 却迎来弟弟李兹车祸的消息 医生告诉李兹 李兹的脑干中央 就像被窃干了一半的月饼 可能一辈子都不会醒过来 要知道李兹对李兹的感情 一点都不亚于母亲对儿子 在那些最难熬的日子 是李兹拖起了李兹的人生 送他出国留学 为他完成梦想 李兹这么一倒下 李兹的命也被带走了半条 那时候的李兹 李兹不仅要面临李兹的高昂治疗费用 还要扛起李兹的美容生意 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金钱来支撑 面对深陷淋雨的李兹 马挺强第一个站出来 雪中送炭 他请来专业的管理团队 接手李兹的生意 又给了李兹巨大的一笔钱 让他没有后顾之忧的 救李兹的命 马挺强的这份仗义 让李兹彻底卸下心房 他坚定地宣布了退圈 38岁的李兹嫁给了马挺强 身披白纱 笑眼如花 人人都说李兹只是在报恩 报恩的成分自然是有的 但对李兹来说 马挺强依然是他的最优选 马挺强除了腿脚不好 身家无数 为人低调 比那些万花从中过的富豪 要好得多 婚后马挺强不仅支持李兹的事业 还把李兹和女儿照顾妥贴 和那些金丝雀斑的富家太太不同 李兹俨然一副被丈夫宠爱 被婚姻滋养的模样 如今66岁的马挺强 拥有三个漂亮的女儿 和李兹结婚13年依然 当然马挺强的圆满 也该感谢马希如那些年的风雨拼搏 命运调诡之处是 马家兄弟罪行滔天 让无数家庭妻离子散 最终却能全身而退 还能让子孙后代得以庇护 享尽世间的荣华富贵 所谓因果报应 终究有人得到信念 因为这个在外形条件上 丝毫不对等的婚事 当初的黎兹遭遇了无数的争议 马挺强自从娶了黎兹之后 两个人一度十分幸福 而他也对于老婆的事业非常支持 在刚刚结婚的时候 马挺强就赠送了七千万的豪宅 安置他的家人 黎兹创业 丈夫也给予了很多的帮助 但是现如今黎兹已经成为了女强人 会不会嫌弃自己的丈夫是个残疾人呢